地底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十四集 免共人民军曾在蜡树附近 攻占过一处当年由英国人修筑的军用机场 机库里还保留着许多损坏多年的老式战斗机 其中就有这么一架机体 形智怪异令人过目难忘 类似智慧在山地里的残骸他们也曾见过 所以司马会和罗大海细加辨认 倒是能拾得这架七型怪状的飞机 这应该是一架由英国人制造的文式特种运输机 英国皇家空军的文式飞机 活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型号和种类很多 例如战斗机 鱼雷反潜机 轻型轰炸机 拍照侦察机 特种运输机等等 向来以敏捷灵活著称 非常适合在气候复杂多变的热带地区飞行 曾经有大批文式飞机在缅甸服役 以轻型轰炸机和夜间侦察机剧毒 照片上这类经过改装的特种运输机 却不常见 司马辉对于飞燕说 这种老掉牙的旧式飞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了 你们冒如此大的风险和代价 绝不会仅仅是为了一架文式特种运输机 肯定是运输机的机舱里装载着什么重要物资 那它为什么会在野人山 又为什么会有人不惜重金雇用探险队来寻找它 想来其中必然有些不可告人的缘故 于飞燕点头承认了司马辉的判断 不过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缘故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缅甸印度等国家摆脱英属殖民地统治的前夕 英国人曾派遣空军秘密运送了一批 从缅甸掠夺过来的西式珍宝 准备先送到港口装船之后 再转运至本土的大英帝国博物馆 在直升这次秘密任务送行的过程中 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文式特殊运输机 因遭遇气候突变 被迫偏离的既定飞行路线 坠落在野人山腹地 通过护航战斗机飞行员的报告 与运输机驾驶员最后的通讯时 我们降落在了雾中 降落点是位于原始丛林中的一个巨型裂骨 大概是由于裂骨中气流和机体结构较轻的作用 使得这架文式特种运输机 并没有当场撞在山上击毁人亡 不过那个巨型裂骨深处浓雾弥漫 将空中俯瞰的视线都被阻挡 当文式特种运输机落入茫茫迷雾之后 很快便在驾驶员惊恐绝望的呼叫声中 中断了一切与外界的通讯联络 军方闻讯后 立刻调集人员就近组成了救援分队 分多路进入野人山寻找这架失事的特种运输机 甚至还不够恶劣的天后影响 派出了侦察机到坠落点进行了搜索 可是进山的各支搜救部队 不是找不到路无功而返 就是进入之后下落不明 要说失踪在山里的人员和飞机 也数不清楚这些年究竟有多少了 身份和背景来历更是五花八门 除了寻宝的冒险家和投机分子 也有逃亡者走私贩 土匪 以及在历代战争中误入野人山的各国士兵 但不论是大英帝国统治殖民时期 还是日军占领时期 官方对待发生在野人山里的一切失踪事件 都避而不谈 从没有任何公开搜救行动的记录 不见天日的原始丛林 和千年不散的弟弟云雾 都成为了天然的视觉平常 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 将野人山彻底与世隔绝 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从深山中活着走出来 这架文室失踪不久 缅甸宣布独立 英国人全部撤离 关于特种运输机消失在野人山大列谷的军事档案 也被永久封存 可仍旧有许多人对机舱中装载的秘密 念念不忘 对于这架失踪运输机的搜索 至今也没有中断过 圣玉手下的山林队老少团 就是受人雇佣要进山找到这架会有黑蛇标记的特种运输机 并且将机舱里的货物带回去 玉飞燕手中的线索 除了几张运输机的照片之外 就剩下一些当年英军搜救队留下来的情报 可以从中得知这架文室特种运输机失踪的大概位置 是位于野人山中心的巨型列谷 然而由地底涌出的茫茫迷雾正逐年增多 掩盖了附近的大部分区域 如果探险队直接进入迷雾笼罩的丛林 很容易会重蹈千人覆辙 所以圣玉和僵尸爷商议之后 决定首先寻找到由美军修筑的史迪威公路 据说这条幽灵公路的尽头 非常接近野人山巨型列谷的边缘地带 当年美军的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 是想从侧面避开那些诡异的地底云雾 可他们在山中挖掘隧道的时候 无意间引起了塌方 塌方处显露出一个洞窟 里面雾气涌动 进去侦查的人员大多死于非命 所以才被迫放弃了将公路纵向贯穿野人山的计划 探险队苦一没有地图和向导 想找到一条被遗弃数十年的公路 谈何容易 幸亏遇到了司马辉同卡罗维克动人 卡罗维克虽然也从来没有走过幽灵公路206B线 但至少他有些经验 知道究竟该怎么样去寻找 也懂得如何避开历次战争时期所遗留的大片雷区 只要能找到位移B路线尽头的隧道 就可以设法从他方区域穿过地底洞窟 进入文士特种运输机失踪的巨型裂谷内部 玉飞燕讲完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告诉罗大海和司马辉说 不管你们信不信 至少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确实有某种隐秘存在 咱们能在野人山里相遇 并且最终成为同伙 这恐怕就是命运的安排 从今以后该当同心协力才对 司马辉知道玉飞燕是不可能透露 关于货物和客户的信息 但料想运输机机舱里的东西非同小可 既然是汤完命的签字活 肯定不会轻易得手 搞不好还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于是他提醒圣玉说 既然你说要相信命运 那成是与否就要看天意了 这趟活要是万一做不成 你也别强求 圣玉秀眉紧促责怪他 你别给我动摇军心 只要咱们大伙进旗 怎么会有做不成的事情 司马辉说 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 我看咱们这对人 就是做不到同心协力 我记得以前在曼芝附近 听人讲过一个西方宗教传说 那还是在远古时代 地上的人们生活很艰苦 吃不饱 穿不暖 又是洪水猛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当时的人们都听说天国不错 一年到头来温暖如春 有四尸常开之花 霸解不屑之草 而且物产丰富 吃喝穿戴不愁 更没有生劳病死之苦 只不过天空遥远 奇高异常 居住在地面的普通人 根本没办法上去 结果大家伙一合计 就决定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堂 给他一直盖到天国 那样咱们蓝女老少 都能上去当神仙 不用再留在地上受罪了 于是众人就开始施工 大家伙齐心合力 静斩神速 眼看着高塔入云越盖越高 住在天国里的天地就坐不住了 他急得直转圈 心想 这天上就我一个人住着多舒服 如今地下这帮孙子吃饱了 撑的都要上来跟我酒喝 这不成 我得赶紧想点办法 结果他想了一个损招 把地上的人分成了不同种族 让他们说着不一样的语言 彼此之间无法进行交流 这个办法你别说还真管用 语言和种族文化背景 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地上的人们因为无法互相沟通 没办法再像先前一样 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块石 始终没能铸成通天塔 至今还留在下边 互相指责对方 不断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 于飞燕 乃着性子听司马辉胡扯了半天 粗媚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司马辉说 我就是想说 在咱们这这伙人里 既有俄国人缅甸人柬埔寨人 也有中国人 甚至有些人连自己究竟是哪国人都说不清 彼此之间相互沟通起来交流起来很麻烦 弹劾同心协力 纯粹是火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 绝对难成大事 所以我看到野人山里寻找那架 失踪多年的文石特种运输机 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 咱们尽力而为 可万一失手 你得答应我 在你们撤退的时候 至少把卡瑞维克带走 并且安排他离开缅甸 圣玉半没好气的说 你尽管放心吧 山林队老少团又不是没做过签子活 别看队伍里人头咋 可你们根本不需要焦虑和沟通 因为我玉飞燕是打头的 全部由我一个人说了算 司马辉心中不屑 暗想 你玉飞燕不就是个盗墓团伙的头子吗 老子在缅甸砍掉的人头 比你们这辈子挖过的坟头 加起来都多 凭你这小骚娘们儿 有什么资格指挥老子 但他也不想在这种事情上 多做纠缠 点到为止 于是说了一声 但愿如此吧 就将他打发走了 这时 罗大海低声问司马辉 喂 倒是听说 大英帝国博物馆里 确实收藏了许多古代文物 可缅甸当地人 大多是贫穷困苦 连做像样的房子都走不起 那架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机里 装载的货物又能好到哪去 我看多半是徒有虚名 如今有场灾难性的热带风团就要来 那伙人为何冒这么大的风险 还值不值啊 司马辉说 这是你罗大舌头没见识的 你别看当地人穷 可这里确实曾经有过很多 显赫强盛的古代王朝 历史积淀深厚啊 当地人对宗教信仰格外虔诚 有名的几大寺庙 更是造的珠光宝气 金碧辉煌 而且啊 这黄金翡翠之国的名统 也绝非凭空得来的 说别的你未必知道 我给你举个最直观的例子 你知道英国女王是谁吗 罗大海被问得 犹如张二合同摸不着头脑 哎呀你小看人怎么着 英国女王我可太熟了 谁不知道缅甸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啊 现在好多地方都还留着他的话笑 咱在这打仗这么多年 真人没见过 那肖像画看了不少啊 咱最少也跟他混一面熟 他不就是英国总统的媳妇嘛 哎不过我刚才问这事 跟他有啥关系啊 司马回答 你看过肖像画就应该知道 英国女王头顶上戴着皇冠 皇冠中央镶了颗大如鹅卵的红宝石 鲜艳圣险 全世界仅此一刻绝一无二 那就是第一次英勉战争时期 有几个随军的英国探险家 无意间从绵北野人山里挖出来 然后才带回去 献给他们的英国女王陛下的 哦 罗大海若有所误 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么回事 看来那架文士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 肯定不是一般的牛逼 要是真能给他找着 咱就皇属郎子等时 剪机行事 阿翠听罗大海言下之意 是想将那架 失踪的运输机里的东西据为己有 就说你别做梦 娶媳妇竟想好事了 能活着从野人山里出去才最重要 你没听说以前 进到深山中的探险队 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吗 要是咱们也进去出不来了 怎么办呢 罗大海就笑道 哎呀 阿翠 你可别吓唬我 你还不知道我罗大舌头是火柴柜上绑鸡毛 我胆子很小 三人说了一声 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 但是如果真能减条性命回去 等着他们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患得患失之际 只觉得前途难令 一阵阵倦意袭来 都陆续沉睡了过去 转天天还没亮 就都被僵尸爷叫了起来 众人收拾装备 动身出发 穿过一片片茂密的丛林 攀制一道耸立的山脊 从高处向四处一看 苍茫的群山之间一片寂静 浮晓的尘雾 还没有完全消散 遥望天末长虹似血 那是强烈热带风团浮屠逼近的前兆 这场灾难性的恶劣天后一来 连续几天之内 狂风暴雨都不会有所减弱 到时候必定山虹泛滥 泥石崩流 甚至就连野人山的地形 可能都会因此改变 所以留给探险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必须尽快找到文士特种运输机 失踪的巨型裂谷 有卡尔维克在前引路 一路穿过山界 绕经了几片雷区 在一段断崖环绕的地方 找到Y字形公路的分支点 美军称此为堪萨斯点 向左走是曲折漫长的A线 而右侧多维穿山隧道直通被云雾封锁覆盖的危险区 卡尔维克最多也只到过堪萨斯点 接下来只能摸索寻找幽灵公路的避线了 虽然被遗弃多年的公路路面 已经被植被所遮掩 或是坍塌波段 早已面目全非 这条利用机械化辅助修建的路基 仍为顽强的灌木丛提供了入侵空间 树根渗透了原木的缝隙 盘根交错的覆盖在路面 使人无法看清它的面貌 可只要掌握了公路走势的规律 也不难寻找到泥土植被下的公路遗址 以此顺藤摸瓜 要确认206B线的位置 也并不算十分困难 不料 这条幽灵公路见首不见尾 前半段全长六十里 纵身五里半 全修在山腰上 军系绝户道 共拐十八万 后半段都已被洪水冲垮 没留下半分痕迹 探险队失去参照物后 迎面遇到了丛林中一大片 连绵起伏的断崖 被拦住了去路 根本找不到进山的隧道入口 眼见前面的断崖延展不下数十里 可是在原始丛林中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如果逐步搜索过去 没有三五天时间 不太可能找到隧道入口 正当众人束手无策之际 卡拉维卡说出了一个线索 他记得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 当年为了进山采钥匙 曾经到过这处隧道入口附近的断崖上 亲眼目睹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 也就是缅甸人古老传说中的长蛇显身 惊得他魂不覆体 匆匆逃出了原始丛林 不料前脚刚出山 后脚暴雨就到 淹没冲回了野人山的许多地方 要是他晚走一步 早就死在山里 所以一直都认为 那是长蛇显出灵异相救 才能使其得知了危险征兆 有命逃回家中 根据这一传书 可以推测 长蛇显身是位于 206隧道附近的特殊标志 但既在这美军修筑公路过程的记录中 并没有提到这一怪异现象 可见并非是时时都能遇到 而且至今没人能说清楚 长蛇显身究竟是何所指 只能推测 越是在恶劣天气的情况下 越有可能见到这一奇观 这座身处缅甸北部的野人山 是喜马拉雅鱼脉尽头的一片深山绝鹤 低海拔区域 多被茂密的原始丛林覆盖 四周高山峡谷环利 流经的水系众多 气候中年不变 除了规模剧烈的热带风团之外 深山里很少收到风暴雷雨的侵袭 也许等上十几年 都不会有机缘遇到能够引发山洪的恶劣天气 众人只能推测这条长蛇显身的传书 大概存在于两种可能性 一是代之某种天象 因为中国古代曾经将许多天爪用生命来命名 不过历史上从来没有长蛇显身之语的记载 缅甸地区的宗教体系是从古印度流传而来 也许正是由于文化背景存在的差异 造就了现代人根本难以理解这个暗示 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大 野人山里多有巨蟒大蛇 甚至传说有条怪蟒常可树立 它吞吐出来的茫茫白气 形成了群山深处千年不散的云雾 覆盖着许多里树 人畜进到雾中 既被它融化吞噬 而长蛇显身之语 多半是只在异常气候的情况下 躲在山里的怪蟒 便会受到惊动 从云雾中显出深来 此时 山中气压越来越低 闷热的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住了 万来无声 使人感觉返早不安 几乎喘不过气来 司马辉心说 估计这场暴风雨快要来了 如果再找不到隧道入口 就必须立刻要躲到高地上去了 他正自寻思密路攀上山脊 抬眼就见到对面一片裸露的山壁上 出现了二三十米长的一条黑蛇 蛇身如烟似雾 朦胧奇怪 而最奇怪的是 那黑蛇竟然盯在笔直的峭壁上 一动不动 仿佛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烟花 可先前看了多时 这山壁断崖上分明都是空无一物的所在 怎么就会突然出现这种奇异景象 这山壁断崖上分明都是空无一物的所在 这山壁断崖上分明都是空无一物的所在